这是张艺兴出道七年来首次个人的巡演 无论是对于他自己还是歌迷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 来看看 晚上七点刚过 演唱会现场将近两万人的场馆内 观众就已经满满当当 而在人群中我们还发现了黄磊的身影 形成十分低调的他为了支持好友艺兴 悄悄地坐在人群里 故事还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一难忘时刻 七点三十分整 一片片紫色的荧光帽汇聚成璀璨的海洋 在人群的高呼声中张艺兴潇洒地向观众走来 走向圣像台正式亮相 穿着白色金边船长服的他再歌再舞 用一首集结号开启演唱会的序幕 2012年到2019年 这是我出道的17年 希望我能够开场 所以我自己的 很正会 张艺兴演唱会共演唱包括 《梦不落雨林》等热门歌曲在内的19首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全场表演 他都是连续两小时不间断的唱跳 而这也与他平日的积累和训练分不开 练舞 练歌 练琴 常见的练习内容一个不少 异星还为了保持体能练习了拳击 当然之前的准备也是为了以后的绽放 此次大航海巡回演唱会之后 将会陆续与重庆 南京北京等地的观众见面 记者张璐上海次网报